两名学生拜访自己的恩师,竟然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打婚后肢解。 今天我们来看恐怖故事《教授的妻子》。 戴顿教授常常躲在一个小房间研究什么,但是研究了20年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。 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说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 这天他突然发出警帖邀请大家去参加自己的婚礼。 问题是教授一把年纪头发花白,而且他整天搞研究,哪里来的时间约会恋爱呢? 总之教授要结婚的事一下子传开了,他还专门邀请了两名自己最聪明的学生参加婚礼。 晚上两名学生土豆和萝卜就来到教师家拜访,两名学生就很好奇,到底是何方神圣搞定了他们的教授。 教授说他们的新师娘既不是老师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,正说着教授的未婚妻凯西出来了,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美女。 凯西简单地和俩人打了招呼之后,向教授撒娇说需要他帮自己去拿蛋糕回来。 教授便和凯西离开了客厅,剩下土豆和萝卜一脸懵逼。 到底教授这样的糟老头子是怎么搞定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友的,这都够当她的孙女的了。 土豆想到了教授那个做了许多年的实验,他猜测会不会凯西是教授做实验做出来的。 因为教授曾经在一堂课上吹牛,说自己一定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女人。 到时候她会在这个完美女人身上安上开关,还有控制她的音量键,这样女人就不会叽叽喳喳的吵闹了。 这么一想,果然就想通了,正在俩人讨论的时候,凯西出来了,她端着一大盘火鸡肉招待俩人。 俩人邀请凯西坐下一起喝酒,但凯西说教授不喜欢她喝酒,所以拒绝了俩人。 俩人又问她是怎么跟教授认识的,但奇怪的是凯西根本不记得怎么和教授认识的,只记得和教授在一起之后的事。 这时,微波炉响了,凯西回到了厨房,俩人开始一顿分析,教授不允许凯西喝酒,肯定是因为害怕酒会破坏她的电路。 但俩人又有些疑惑,教授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会想到要保护电路的吧。 这时,凯西又端着美食出来了,俩人问凯西吃不吃东西,凯西说自己要保持窈窕的身材,这样才能够穿上漂亮的婚纱,所以不能够吃东西。 临走之前,凯西还告诉他们自己是一个工程师,这下他们更加肯定了凯西是一个实验机器人,不能吃东西,铁定是因为害怕破坏零件。 说自己是工程师,肯定是教授故意捉弄他俩的,因为他俩就是工程师。 一想到教授以前就经常戏弄他们,为了给教授一个下马威,他们决定找到凯西的开关。 于是,当凯西第三次出来的时候,俩人用花瓶砸晕了他,并用电钻将凯西进行分支。 当血液喷溅出来的时候,俩人还在感叹着,这个机器人做的也太逼真了吧,就连大脑都还在蠕动。 但是俩人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开关,就在这时,土豆发现了桌子上的一本日记,这本日记是凯西的。 上面记录着凯西是一名航空学的工程师,最理想的对象是一名年长又幽默的绅士,并且他患有暂时性的健忘症。 就是因为这个病,他才和教授认识的,因为教授专攻的就是这个学科。 俩人渐渐意识到大事不妙,凯西根本就不是什么机器人,看着一地的残肢和血迹俩人慌了,这一下子闯了大祸了。 就在这时,教授拿着蛋糕回来了,俩人惊慌地将凯西的残肢藏到抽屉和冰箱里,然后快速收拾干净现场,带着凶器逃离了教授家。 毫不知情的教授听到厨房传来微波炉的声音,打开一看竟然是凯西的脑袋。 这场原本喜庆的婚礼,最终变成了血腥的杀人案件,而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嫉妒和猜疑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,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